词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你好你好 我是晓游 我是清清 一程 清清你好 一程你好 好请坐 好坐 哇 让我们欢迎皮里 поб装的哥哥 游掌浸 大家好 我是游掌浸 对 没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 只有我们两个别人没法懂的 对方走 天哪星空 太浮夸不过这种编剧的形容 非常欢迎有掌镜 谢谢大家 哇 披荆斩棘掌镜来袭 哎呦 哇 真的很棒耶 真的吗 我现在不是糖衣炮弹 我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 就是披荆斩棘4受到邀请后 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其实当时的心情也跟那个 刚接受到邀请的时候 我会想 哇 都到了 到这个年纪了 然后倒还好是因为我觉得 这一次也是来 可以很好地去挑战自己 然后最重要的是交朋友 因为其实我平时 没有那么多社交活动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然后体验 然后这一次也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哥哥们 在舞台上 然后创造更多可能吧 是 然后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就是就是交朋友 嗯 因为赛制是有哥哥和弟弟嘛 所以是以弟弟的身份邀请你的 对 对 那参加披荆斩棘4对你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就是交朋友啊 就交朋友啊 然后就很棒啊 舞台不是很担心哈 还 哈哈哈 你们往后看吧 哈哈哈 那披荆斩棘4对你来说最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过后我就专注在做音乐 比较的没有那么多的去曝光在那个平台当中 其实很多朋友也在问 哎 为什么你让你消失去哪里了 也有这种很多人问我 你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平时都在做音乐 然后其实会担心的点就是因为那么 呃 但是也没有什么担心 然后因为最后就是跟导演组谈到的就是 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对啊 现场会给你安全感 你会都在喊 有成绩 有成绩 对 情绪价值拉满 对 那其实现在播出之后有没有看评论和弹幕呢 弹幕目前还没看 因为我一般看剧也好啊 看综艺我都不喜欢看弹幕 但二刷但是我会看 因为你不会觉得有时候弹幕会剧透吗 有些那个真的很不好啊 就是哎呀 待会立马就这么 然后然后都或者谁输谁赢 他们就立马说 哎呀谁又赢了 然后我就会不看 然后但是我二刷都会看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可以在弹幕上说 哦 马上了 二刷 记得二刷 对 那有没有看到圈内好友的反馈呢 反馈都不能 都是不能说的 如果硬要说一个的话 我就说郑正吧 朱正廷 他前几天发那个留言给我 他说 他说我的天你声音也太好认了吧 你这声音你的本人你的一切都非常好认啊 你这声音你的本人你的一切都非常好认啊 谢谢 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光 那参加哥哥之后对你自己来说 哪位哥哥对你的出印象是最深刻的 我觉得龙哥 因为龙哥在来之前其实大家都会好奇 他不是才刚上完另外一个节目怎么又过来嘛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一直以来包括他音乐节 他是比较 比较紧身状态很漂亮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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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把这个大墨镜其实还有点酷 然后有一点距离感 然后但是反倒是到后边的时候就约约手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耐心的哥哥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 阿如纳哥哥 阿如纳哥哥 真的 同标我就刷了两遍了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叫第二十条 有个电影 对 看了 他太坏了 他就坏到什么 然后就最近最近有时候就我们认识了以后 我就是 呃 在网上又看到那个那个片段的时候 我都还特地发信息给他说什么 我天你太坏了 人家打你 就然后 但是你认识 因为我们平时私下也有剧嘛 在那个北京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私下是特别老实 然后含厚的一个哥哥 嗯 反差还挺大的 两个哥哥他们哀吗 他们是哀人还是艺人对你来说 我感觉都像偏哀 龙哥感觉是艺人 可是他也是艺人 那龙哥比你还艺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很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我目前为止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假艺人 对 真的 因为有人说你是艺人里的画 对 可是我觉得我画很少啊 妈 爸 自己这么觉得吗 那此时此刻你要不要感谢 就是你不是杜海涛哥哥是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吗 对 那你觉得那个名场面给你的安全感足吗 你说那个差一点出卖我 对吗 然后我刚才一直在刚才 我现在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坐贼心区的感觉 然后他知道这件事吗 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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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件事情消失在人海中 客情哥 好高 想起来说很喜欢你 吓死我 我心脏都差一点 他说客情哥 掌地太爱你了 都把你换我一手上去 然后正好我的手就拿着那个 啊 慌了 可是看到一开始 因为在把你快速放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 你看到熟悉的人都会很有安全感了 是的 哪怕是他 弄人 但是也忍不住想就是靠近他的感觉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这次重回到了集体生活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 其实这一次来之前会有点担心 但是担心中还是会有一点期待 是因为我人生当中 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集体生活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是我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次经验 那来之前会有社交压力吗 会啊 我前一天晚上睡不着 这么严重 真的 好多人都睡不着 你可以问他们 他们没跟你说的话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睡不着 不知道 他就是那种 明天开始了 就脑中会脑补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 场面 状况 对 状况要是尴尬啊 说不出话 要是讲出话 怎么办 但是担心的没有发生吧 没有 暂时还没有 对 他也相处了很久了 很多哥哥也很熟了 是不是 也玩得很好 我觉得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快速就会有一个 集体的任务去做 然后集体的任务你就不知不觉中 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的时候 你就很快就打成一片 然后我们这一次就住在一起 其实私下还是怎么样 就会很快的去聊天 然后变得很熟 有往往说 有掌镜走到哪里都是团宠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我觉得大家对团宠的定义真的有点差 我觉得明明就是团七 有人那么宠 那个团宠的吗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在团宠的意思 我们自己好好解释吧 是吧 反正 就是可能喜欢就是在你身边啊 会逗你啊 对啊 比较喜欢逗我 对 那会不会大家就是哥哥给你下入酒的时候 会跟我一样 一见到你就说 你瘦了多少 我觉得只要是因为我们每次供应都会隔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没有 这一次的话他们就特别反应比较大 他们就说 哇 哈哈哈 比我们还夸张 那我还好吗 对 他说哇 我说 真的吗 就是所以到底瘦了多少 这种大概 你说成开播吗 开播还是从开始准备 开始准备 其实从开始准备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有三十多斤 三十多斤 就送回出道前 你做到了 但是不是出舞台 不是出舞台 是 因为当时你也有被采访 就说希望来这能够减肥了 对 会不会很累呢 不会 其实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开始 就是觉得身体比较很容易疲惫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接触了运动跟健身 然后那时候会发现 其实你生活作息比较好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就不会那么的疲惫了 而且相对的心情会很开心 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如果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真的不妨去跑步骑那边 走个三十分钟 真的 它很有效果 然后现在主要是 因为我现在吃东西是比较健康 但是也不结实 所以它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不健康 这一类东西 好的 自律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除了体重方面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心态上吧 因为我在后面我们也尝试过很多 跟各式不同的哥哥 一起组一个组合去演出 然后有尝试过不一样的舞台 我觉得可能是 但是心境会更宽阔了一点 这么拔高了 因为真的 真的很多那个 你们看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还挺多 挑战的 还挺批银斩棘的 你的每个回答就感觉 我们一定要追到底 肯定要 而且我跟告诉大家 它一公比一公好看 我觉得你的这个情绪也 很好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很少生气吧 来 准备本来想变脸来这样 是 平日很少生气 但你的这个表情感觉就是 我要生气要生气 不会 就是情绪也很稳定 内核很稳的 也没有到很稳 我觉得可能是 我是一个J人 所以我做事情会比较 喜欢有那个 步骤跟调力一点 那你在这个披银斩棘里边 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 拿手的技能或者担当呢 担当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主打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我很喜欢在 让大家有一个正能量 然后开心的环境 去创作很多东西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会比较开心嘛 所以我就会一直 让大家尽量的放松 然后开心 所以可能是这个担当吧 不然就是那种 我很喜欢 整理大家的意见 然后规划 大家待会要干嘛 所以这个叫什么担当 领导担当 会有点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担当的名字 对 弹幕来评论起来 那会不会有语言担当呢 就是因为会有很多的语言上的技巧 也没有到很多语言的担当了 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 气氛担当 还能给人情绪价值 对 还是得给的 还是得给的 就是对啊 就是人家做得很好 肯定要鼓励啊 嗯 做得不好也要别气馁 我们加油 好吗 好的 主要是就是要有希望 那你就不得不停地出舞台了 出舞台有跟哥哥们也带来 我走后 就是在这个出舞台跟哥哥们有什么好玩的趣事 能跟我们私底下分享吗 我其实在当下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 可我发现网友真的都是放大镜 最后会看那个放大很多小的细节 哪个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可能就是以后不太敢在那个抽象了 你巴不得来个嗨思怡是吧 嗨思不是中音吗 嗨思 那我可能是男低音 有点被冒犯到 嗨思一个人那是男中音 我开玩笑的 我真的告诉大家 嗨思真的是 就是高音他不是中音 对不起大家 哈哈哈哈 哇我们就是擅长啊 哈哈 那他那他还还是也是高音 下次不来 下次不来 球放过请放过 当时德志是跟伦哥PKO 嗯 当时的心理OS是什么 你才见吗伦哥 因为其实到后面 我可选的那个哥哥不是那么多了 然后伦哥就是也是一个很强的前辈 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就挑一个最强的前辈 这样应战吧 我们在准备后场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已经知道上半场就是 弟弟组已经稍落后了那个分数吗 当下就没想那么多 就是想说分尽全力 然后就是可以帮弟弟组 哪哪多一分就是一分 当下就是说把舞台表现好就好了 对 没有想到是跟伦哥PK 都是很强的哥哥 对 那后面还有想和哪位哥哥合作吗 我很喜欢伦哥 我很想跟他合作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合作什么样的 你说命运 你忍不了了是不是 对啊 精神捣扫 就喜欢看到你在舞台上 这种肆意挥洒的那种感觉 就是做自己就是唱的爽了就好了 对对对 其实很享受 你说累吗 其实他熬的时候真的挺累的 然后排练的时候挺累 你每次学习 不管是重复一样的东西 又或者学新东西 他都是会累的 不管是体力还有脑力 他都是会累 但是你当你呈现出来那一刻 他又很特别有成就感 真的了 嗯 哇非常好的体验 嗯嗯 真的是很好 特别棒 我觉得导演组没有骗我 哈哈哈哈 来对了是不是 对来对了 来对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歌手2024 因为娜英姐嘛 唱了你两首歌 一个是一颗心的夜海道石剑 嗯 我带着伤疤 对写了 诺言 你一定不曾离开 你有去看吗 我当然有看啊 然后觉得 首先很感谢 娜英老师那么大的前辈 这两首歌也出了四五年了 然后在这样子的机会上 然后让更多人去听到这样子的作品 然后不管是有没有给到大家一些力量吧 就如果有的话 那就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跟幸福 然后让我更加坚定的就是要继续做好作品 因为好的作品迟早都会被大家看到了 然后再一次感谢娜英老师 看到了真的看到了 好的作品就是像一颗心的夜一样 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那有没有期待跟娜英老师合作呢 当然谁不期待 哈哈哈哈 谁不期待 谁不期待呢 对啊 嗯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会想要合作什么样的舞台呢 都可以尝试看看 应该还挺有不一样的那个化学反应的 刚说到作品嘛 然后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计划 或者是巡演计划吗 哇 哈哈 有惊喜了 聊到自己很开心的话题了 就是 有 但是就是至于什么时候呢 就是大家 尽紧期待 反正会有 现在是不是在编曲中 现在已经在各种制作中了 嗯 快乐 快乐 而且可能就是 也会 哎 反正就是大家等消息 我现在也说不住 嗯 就是比如说 曲风上有什么可以剧透的吗 曲风上主打的就是一种 跟第一张有点不太一样 嗯 你跟用排除法 哎 第一张有什么东西 那就这个就划线 就是 哇 是是是 我感觉到那种曲风 我已经 我已经感觉到了 真的 是吧 听到了 很独特的 你懂我 你懂我 非常懂 对就更加期待了 期待吗 但我想说 掌镜在这个节目组 怎么不敢说话 不是 感觉说话很有艺术 很有掌镜 对 各方面都很掌镜 那拼成一次因为 也到这个时候了 是的 就不得不问这个问题了 你的目标是 我觉得 先不设目标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尽可能的尝试 就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自己 嗯 我就觉得不要 让自己设限 就是把每一次 当着最后一次再演就可以了 我燃烧自己 每次我们都有新的 你新的印象 对 做最好的自己 最后安利一下 披荆斩棘4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 披荆斩棘4 因为除了披荆斩棘4以外 你看不到有掌镜 哎 没有了 没有 就是大家一定要 期待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是 就是一棍比一棍好看 一棍比一棍精彩 一棍比一棍刺激 嗯 拿着放大镜看就对了 谢谢 有掌镜 甜蜜的任务 蔡明佑的工作日常 欢迎 明佑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明佑 耶 空气里都甜起来了 来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我自己其实在 朋友圈里面 算是讲话是比较安静的那一种 所以其实我自己去买的 就是关于聊天术 的一些书籍 然后就真的有去研究 金明佑哥参加披荆 居然看的是聊天书 当时听到的 我可以 让大家招呼野青灰 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我就有一种感觉 想说 什么时候我也变成爷爷的感觉 哈哈 陪你去看星星 我跟明佑合唱了 哈哈哈哈 然后都说你是人间小甜豆 这个称号你ok吗 喜欢吗 如果我真的是人间小甜豆的话 那大家就是可能要好好运动 哈哈哈哈 因为接下来你们的摄取的糖分 会过去 来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他们竟然会玩一个很无聊游戏 谁在讲话谁就是狗 哈哈哈哈 然后小酒吃点 然后呢 锦龙就 然后我就 喵 哈哈 进入我们一个甜蜜的小互动 你哥哥哥最会 五季冲浪 我以为是那个五季冲浪 变团式 五季冲浪的话应该是 一直在滑手机的人 锦龙 我所有网路上的梗 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可以说吗 你可以 Yes more City不City啊 对也是啊 现在他也会说 哎哥你看这很好玩 这最近很流行 你赶快看 不然你会跟不上我们话题 每位哥哥是人际交往万事通 小酒啊 动不动就 哥好喜欢啊 哥好酷你好棒啊 我们always这种 更多精彩内容锁定8月18日 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蔡明佑和你不见不散